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大勋在接球比赛中反应迅速 用双手接住对手砸过来的球 并完美护住身后的承销 而他精准的接球手法 也让陈乔恩惊呼往天 另一边 王子义也在尽心尽力保护陈乔恩 面对杜江 承销 为大勋三人的围堵 王子义用身体替陈乔恩挡住 从各个方位砸来的到拒球 他还灵活换位 接着应对对手的围攻 但紧接着杜江就突放大招 只见他接住从对面传来的球 突然飞跃起来 将球扔向王子义 权力一搏的杜江 能否顺利命中王子义 勇敢的世界杨迪 叛变霸气喊话张翰 我的名字叫杨迪参与者 在比赛环节可谓倾尽全力 而他们接下来的团队较量 也是看点不断 此前韩和张翰处于相暗相杀状态的杨迪 在本期节目中再次和张翰反目 和张翰一对的张蓝鑫 发现杨迪叛变 并告知张翰银虎叛变了 得知该消息 张翰立刻呼叫他 但杨迪却表情凶狠地说道 请你不要叫我银虎 我的名字叫杨迪 送了对方语气不善地回答 张翰立马超大气地回应 杨迪 我今天会打的你连内裤都不胜的 究竟在这场对决中 张翰 杨迪谁将更胜一筹 在本期节目中参与者 还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